今天是2020年7月24号 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15点08分 今天上午我去看了一下牙医 牙医给我找CT片的时候 就发现牙根那个地方有几个洞洞了 在牙根下面你看这牙根下面有两个洞洞 这个事我突然想起来 一个事我在7月17号的时刻 临盆第2540例的时候 2540例就是那个 是排什么的 拔牙处牙肠塌陷 在这里呢 呈现了三峡大坝建成雪水后 上游石灰岩三体融化后塌陷 提醒了这个信息 今天意外的发现里边也是空的 就像那个石灰岩那种 碰到谁以后 然后三体融化的一样 下面是空的 后来我对到了两个月前的X光片 那个洞是几乎没有 但今天就很大 今天是7月24号 我们查了一下5月26号 那时候是排骨片的 然后呢就发现那个被牙痛了 是拔了一个牙 然后呢就发现了一个一个洞 下面那个下面有洞啊 这个从我那个17号临盘的时刻 试一试的 但是今天呢我要处理什么呢 希望里边的洞啊 把它切满 把它切满 先解决这个问题啊 突然一句话 三下大坝一旦停止使用 一个 三下大坝一旦停止使用 一个 我牙上里边的空洞啊 那个就会满满满满 就会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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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饱满起来 里边就会饱满起来 现在我这边 有好多兴趣啊 是来自于三下大坝 来自于三下大坝 来自于三下大坝 而三下大坝底下 底下已经被那个 龙和外星人费点啊 已经掏了一个地下通告 但是呢 现在显示不明显 为什么 那个水量太大了 水量太大以后 就把它淹没在下面 就没有被人家关注到 但是过了这个讯息以后 慢慢水量少了以后 容量不是太大的时刻 那么大量的水 那个比例就大了 大量的水从里边穿过去的时刻 那个时刻就提现出来了 那个时刻就提现出来了 那么就知道 未来啊 主要从地下通道里走 那个三下大坝 形同系射 那个时刻 我这个牙齿里边的那些空洞 慢慢慢慢就包满起来了 好 所以呢 现在不必要处理 当医生说说 把他拔掉 医生就是拔掉 说要拔掉 上次啊 也就是说 在五月十九号的时候 差不多那个时间 我这个牙痛啊 实际上出来的 好多三下大坝的信息 但是那个三下大坝 变化太距离了 所以那疼痛明显 很明显 所以牙医那边 他一拍一拍 牙根断了 那我说那牙根断了 那只有拔掉了 但拔了下来以后 我就对牙医说 你把那个牙齿给我 拔下来的 他就没给我 他说下次给我 后来下次就不了老子了 他骗我的 牙根没断 那这上次事情了 所以这次去的时候 旁边有牙齿 发现牙根下面有空洞 他说 也是老话 把他拔掉 我就找了个借口 就回来了 没在那边拔那个 但今天为什么去呢 因为原来不是 拔掉一个牙齿吗 在五月份的时候 拔掉一个牙齿以后呢 预约了星期天 说要 要止牙了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我现在发现牙龈有肿 和里边有塌陷 我说是不是慢点处理 然后呢是叫我今天上午过去看了一下 所以拍了一个片以后呢 就发现里面有空洞 他说是乱穿了 什么样的 反正说了一个理由 我呢马上想到 曾经的林牌啊 就是三峡大坝建成一个 拦了水 把那个石灰岩的那座山里边的那个 掏空了 就这个信息 跑到过这里来了 是这么一档子的事情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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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